非洲国家肯尼亚自3月中旬以来 毫与不间断导致多地发生水灾 酿成了严重死伤 包括了肯尼亚首都奈洛比等多个城市在内 有大约半数国土都泡在水中 超过19万人流离失所 美国被替统计死亡人数逼近了170人 由于仍然有近百人下落不明 这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再增加 气上专家分析人为造成的全球暖化 再加上声音现象发威 让全球气候更加极端